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教的是Drobux 它是一个我们学校新闻系的FTP之外的一个免费使用空间的一个方法 它只有2G,但是不用钱的 如果你在私人上的使用或者练习上的使用 你可以用这个部分 尤其是没有上我课的同学 有来听我的引力频道的同学 基本上就可以用这个Drobux 首先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地方打Drobux 有没有看到,就跑出来了 就跑出来了 然后按这个,这个,按下去,它就跑出来了 各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时代真的变了 你看哦,它要介绍你如何使用这个东西 这个按下去要下载 以前会用纯文字写的一堆有没有东西 但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纯文字不重要 绝对不是 有些地方它的确适合文字 可是像介绍你怎么使用这个东西 尤其是电脑技能 你讲半天写半天 不如看一个video 这就是所谓什么东媒体互动文本的能力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它透过这个方法来介绍以及使用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东媒体互动文本的能力 为什么要教这个东西 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 而是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更容易去表达的想法 创造更丰富的一个理解上的可能就是这样子 然后各位按一下这个东西 它就跑出来了 有没有 基本上就跑出来了 然后我使用这个软体 它就会告诉你 在下载了 有没有 基本上我的已经开始在下载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在下载这个部分 然后它很快就会下载完了 你看像这个地方它就开始用文字嘛 文字加图像 有没有 文字加图像 有没有 然后这个文字图像文字图像文字图像 你看step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有没有 一步一步清楚 所以图文的整合基本上是很重要 你看它这个地方也没有用video 所以不是不是不是每一个状况下都需要video 而是你会觉得说像像这个地方 简单的图文可以说明就可以 可是像刚才那个地方 它需要很多比较丰富的讯息 的确有时候呢 我们在用那个video 基本上它在力道上就会比这个东西更强 所以基本上 我们也透过现在这个状况呢 再跟你讲一下 所谓一个图文整合的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基本上这个地方就会有了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Drawbox 你把它点两下呢 它就会开 好 这个地方呢 你点两下 它就会开始install 对不对 它就会开始install 然后就会开始炮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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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要来install了 我们要来install了 登登登 好 好 吃起 好 很快呢 它基本上就会跑出来 这个东西我想各位应该很熟 各位常常在灌东西 应该会熟的不得了 我们等一下好了 这个中间有空闲 下次应该来 来唱歌是不是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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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来了 我还想一下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就是很多东西是在实际过多多磨出 像中间这个空档应该插个广告 对不对 要赚钱的头脑 对 插个广告好了 那同学要做广告 像这种状况下就可以给我 以后你可以把你的video啊 我很多人看 你可以把你的video给我 然后我就把你放在我的video里面做制度式行销 公益的 公益的没关系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第一次使用 打开 基本上这边就会有了 基本上打一打OK 这边就会有了 然后呢 你如果像我已经有了 我真的已经有了 按这个地方 基本上呢 你把你的帐号 跟密码打进去 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就会 进入到一个使用的状况 然后呢 我会再往下教 教你怎么使用这个部分 好 谢谢各位 好 各位 帐号密码打进去之后呢 这次不给你看了 帐号密码打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跑出这个东西 按这个啦 这个是不用钱的 基本上这个是不用钱的 所以你有2G 然后在下一步 就是这个 Typical 很典型的 基本上你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这样子 好 install OK 好 那因为之前呢 我已经有灌进去的 所以基本上他会说 我已经有一个 存在的 资料夹 所以我就把它合并起来 然后 然后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 你应该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啦 然后就开始跟着跑 跟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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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我的画面就出来了 你看 我的画面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你看 我之前已经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 各位一定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之前我已经有一些资料在里面了 好就是这样写 各位 把这个东西你把它叫出来 来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有一个 这一个 Drumbox 这个资料夹 基本上就像在电脑一样 已经有这样一个资料夹在这个地方 那你基本上呢 就把这个public把它打开 一定要放在这里 基本上一定要放在这里 一定要放在这里 基本上 你就是把它放在这里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我以前 曾经放的某些东西 这个资料夹是空的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呢 把它放进去 基本上呢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 方法之一 ok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Drumbox 这边呢 这是我之前放的 你一定要放在 那一个 放在这个public 它才有办法分享出去 你看打开 是空的 对不对 我之前放的空的 那你如果不要的话怎么办呢 按右键 把它删除 有没有 你看 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跟你一样 但是你已经放在一个网络的空间了 好 你已经放在一个网络空间了 那我们怎么把它放进去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 我们之前做的 我们之前做的flash 一般而言 flash 都会有一整个档案 对不对 你可以看 这边是flash有一整个档案 这边有flash一整个档案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我们把 这个flash的档案 你看哦 有flash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一整个flash的档案 把它拖过来 用这个 002我们把它整个拖过来 你看哦 拖过来 它就这边开始在转了 基本上呢 它会开始在转 它要花一点时间去转 不过基本上 它反正会转过 你看 打勾了 表示转进来了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所有档案 通通在这边了 基本上通通进来了 然后我们不是说 要找到档案的位置吗 就是这里 这一个 我们写语法的时候 不是都要住在档案的位置吗 就是这个按右键 按右键 按右键 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Dropbox Copy 有没有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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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Link 有没有 把这个网址呢 把它 抠下来 把这个网址把它抠下来 然后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 嗯 我们打开 一般的软体 来看看 贴上去 好 有没有看到 HTTP 有没有 这是它的网址 基本上 002 001 就是这个东西 换句话说 你的网址的位置 已经出来了 你都把它抠进去 基本上你把它抠进去 这样就行了 我们试看看 我们把这个位置呢 把它抠进来 把它剪下 我们抠到哪边呢 RMGSRC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这里 对不对 我们把它抠进来 把它怎么样 贴上 我们就把它贴上 这是刚才抠的 我们已经贴上来了 然后这样 现在呢 我们这一次怎样 我们再把它 另存新档看看 好了 在桌面 003.html 003.html 存档 好 003跑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003这个档案 跑出来 不对 好 003档案跑出来 打开 诶 有没有 跑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可以的 基本上可以看到 这样子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做法 基本上这样子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做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部分呢 把它处理掉了 好 好 那就是 还有一个东西要做 看一下 好 另一个你可以找到的地方 它会是在这边 你可以设定 如果你不希望它每次 这边都跑出来 你去设定 不过我不想教那么多了 那个 你有兴趣再去学 反正就在这边嘛 这个地方 open 打开 它就跑出来了 就是刚才这个网址 记住哦是这一个啊 是这一个啊